一个日期 他会return 回来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有个return type 如果你没有给他任何的数字的话 return 回来的这个数字 他的依据是依据 西方人,应该是美国人的观念 美国人的观念呢,认为一个礼拜第一天应该是哪一天? 美国人认为 第一天应该是礼拜一天 然后第二天是礼拜一 最后一天是礼拜六 那我们的观念 比较是什么 比较是跟美国人不一样 我们第一天应该是什么 礼拜一嘛 他们都用礼拜一嘛 所以 那这里的话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个地方预设没有给他任何数字的话 那五的话应该是星期几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 这边有 return type这里的话 他这边会讲说 如果你使用的是1的话 代表 星期天是1 然后星期天是7 如果使用的是2的话呢 表示什么 星期一 星期一是1 那星期天是7 如果你用3的话呢 代表星期一 是0 星期天是6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Return type里面是空的话 其实就等同是1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按确定 Return回来的结果是5 那我要怎么样让它显示为星期几 其实非常的简单 按右键 做什么 储存格格式 格式里面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在那个时间里面 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星期几的 这个设定 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在 日期里面 这边就会可以找到 按一个确定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会秀出星期期 OK 那往下填满 就可以得到 这个日期的 weekday的部分 那我刚有讲过说weekday里面 会有三个参数 比如说有1 有2 有3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请各位注意一下 以后 不要这么复杂 就尽量你就记什么 记那个 美国人的那个观念就好 反正weekday 以后你就记得 第一天一定是星期天 最后一天 一定是星期六 否则你会搞得很混乱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有好几种方式 大部分呢 我就通常跟各位讲说 这个部分你就尽量把它空白 就可以了 那最后显示出来结果 我们就可以知道是星期几就可以了 我想这部分的话请各位练习一下 e-days跟weekday的部分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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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